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方原本期待美方本着赵美首脑会谈的精神,带来有助于构筑信任的建设性方案,还曾考虑做些相应的行动,但美方在6月和7日举行的首次赵美高级别会谈中,采取的态度和立场,令人遗憾至极。 该发言人说,在此次会谈中,朝方出于要诚实旅行赵美首脑会谈精神和协议事项的坚定意志,提出了均衡旅行联合声明所有条款的建设性途径。 朝方提出,讨论赵美两方,就实现多方面交流改善赵美关系,为了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,首先已签署朝鲜停战协定65周年,为契机,发表中战宣言等措施。 但美方没被新加坡熟呢会谈精神,要说什么CV ID住,完全,可眼睁,不可逆的无核化,深棒,眼睁云云,但方面提出了强盗的无核化要求,而对方只行是恶化和战争的关键问题,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只字不齐,反而借口采取推迟所为协商的中战宣言问题的立场。 该八言人还表示,通过首次举行的赵美高级别会谈,赵美之间的信赖不但没有更加恐固,反而是本来坚定的朝鲜无核化意志,处于可能动摇的危险局面。 过去几个月里,朝鲜首先采取力所能及的善意措施,发挥最大的耐心密切注视着美方动静,可现在看来,美国好像误读朝鲜的善意和耐心。 若美方急于求成,想要把前政府曾摆弄的旧方式强强于朝鲜,那他将无助于解决问题。 朝鲜依然珍惜对特朗普总统的信赖,美方应对允许掀起与两位首脑的意志相反的逆流,到底是否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和期待,符合本国的立意深重考虑。 并据朝中社8日报道,以国务卿蓬佩奥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,结束朝鲜高级别会谈,7日成绩离开平壤,6日至7日在平壤举行的会谈就成是旅行朝鲜首脑会让,通过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,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。